大家好,我是陈老师 今天大家来逛一逛 有牌楼 还可以在这个地方祈福 尤其是学生可以祈祷考高分 还有宫殿班的宏伟建筑 甚至还可以在旁边的池塘 练习华龙舟 这是哪里呢? 没错,今天带大家来逛逛孔庙 一踏入宏伟的灵芯门 往右边看 你可以看到拱桥跟万人门 当然还有福书的花木 正中间则是为大城门 而左侧还有另外一道灵芯门 所谓大城门 就是指孔子及国学之大城 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宏伟的建筑就是大城殿 这是模仿北方宫殿的建筑 而广场则是举办祭孔活动的所在地 这整个形制是模仿孔子的故乡 孔子的故乡取父的孔庙 而建筑则是模仿北方宫殿的建筑 特点是福利堂皇工整对称 而且有繁复的装饰 在这里可以看到孔庙建筑形制的简单说明 接下来考各位几个问题 第一题 第一题 为什么龙无所不在呢 第二题 为什么有这么多红色 第三题 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红色跟黄色 第一题的答案 龙是皇室的图腾 第二题 红色是因为中国人喜欢红色 红色代表喜庆美满快乐 黄色则是皇室的颜色 接下来看到的是义路 然后这是鸿门 也就是学校的意思 讲了这么多 到底孔夫子说了些什么呢 老师是学翻译的 我们就翻一些给各位听吧 Learning and having occasion to apply your knowledge How cool is that A guy who treats his family right is not going to screw things up at work A guy who doesn't screw things up at work is not going to rob a bank Guys who talk sweet and smile all the time R scam 你不觉得很有道理吗 君子物本 本利而道生 这是孔子的雕像 再看一眼 大城殿 宏伟的建筑 还记得吗 如果想要练练 华龙舟 也可以来这里哦 希望你喜欢今天的导览 Bye